影片当中 表演者以肢体动作结合彩绘 进行艺术演出 他是陈艺春 过去曾经多次在国内外展演 在艺术圈有相当的知名度 出身苗栗的他 从台北在宜居到光复的大风春 就地采用了最简单的户柜屋 打造出了这一座令人惊艳的美术馆 我表演演唱的时候就穿这一件 这个是我去买 像陈艺商场有吗 买那种199还有99 各种蓝绿色的衬衫或背心 然后把它剪一剪地掏起来 一居花莲之后 陈艺春仍持续不断地创作 她的话以无数个小圈圈聚合而闻名 创作的时候需要专注安静 很享受一个人独自创作的她 却怀抱着野心 要让她的艺术原地可以越阔越大 让更多人就近接触艺文 对未来的期望我是希望 这个美术馆以后 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是不止一个 可能会更大 搞不好我想要隔壁都没住人 如果有钱把它买下来 隔壁我就可以再做一个展览空间 把后櫃屋命名为村美术馆 展览的空间小而精美 过去曾经进行艺术家的收藏展 在未来也会串联国内各个领域 创作者来一起交流连展 从一个村美术馆变成整体艺术园区 是创作者的期待 也让欣赏的人看见了艺术造成的奇迹 和绝大多数偏远的村落一样 花莲光复大风村也正面临着 人口外移老化凋零的命运 不过新一批的文化移居者 却带来了活力 不仅展示了对艺术的热爱 也试图用艺文温暖的能量 逐步地为农村翻转出新的篇章 人间新闻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